慢一点慢一点 撞他直接撞他 新北市三重驱十四日下午发生 一起警匪追逐站 三重警分菊光明派出所 于下午四时许在中正北路巡逻时 发现一辆可以黑色收旅车 借车牌 车胜与登记资料不符 黑车驾驶零姓男子 急副驾驶驻姓男子不仅具决停车 远景见状立即对骑车右前轮开二枪 没想到驾驶依然不负一切加速逃逸 整场追逐跨越了近三公里 直到重阳路口时 远景尝试拦截车辆 最后车子无法动弹后 远景也强势执法朝车辆连开七枪 副驾驶珠男被击中腹部 身中二枪当场倒地 最后 警方成功逮捕林南集中男两名嫌犯 经调查 两人从事照片 跟亮修旅车属于而逼车 挂上的车牌为报废车牌 受伤的珠男公称 他请林南开车在他南下取款 驾驶林南则表示 自己只是负责开车 车辆 车牌都是珠男提供 两人也拒绝夜间争讯 警方调查也发现 珠男有二通弃 2023年10月因为反个资法 遭到苗栗地检署通弃 2024年4月跟鹰炸七最再度被通弃 驾驶林南则应多起窃盗案 在北市被警方列为重点监控对象 整起案件将一妨碍公务 公共危险 亏损罪移送法办 过程中 该车持续立下 闯荒登及有危险驾驶的行为 远均一路尾随 并在适当的时机将其难停 不料犯贤于停车以后 能持续尝试倒车 以及随意冲撞的行为 危害我们执行远警及附近民众的安危 当下果断地使用警枪朝该车轮胎射击 并迅速将犯贤压制逮捕 并也发现副驾驶座为在逃的通气犯 全案将依刑法妨碍公务及公共危险罪 将驾驶移送地区千北地区处侦办 并且依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 第43条的规定举发危险驾驶行为 本分局全力支持同仁正确大胆使用枪械 来保护民众及自身的安全 经过我们监视踩证之后 车上暂时没有发现违禁品 送医的犯贤目前伤势没有大碍 意识清醒 同仁是朝轮胎开枪 但是因为他有倒车的行为 以至于他的角度有失控 是不是是否因为跳弹的状况 来造成犯贤的瀑布重担 这个我们还可以再理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脸贤 可笙参加烟雷杏 对